女儿八个月进入叛逆期。林丽菲,需要更多耐心。 林丽菲当妈身材依旧超好。图翻设字眼书。2018年3月14日。 一人林丽菲与张翰婚后幸福,育有一女小汉堡,近日林丽菲出席一林娱乐春酒,谈到与女儿的相处,她既好笑又无奈地说,她从八个月开始就进入叛逆期。 谈及日前小汉堡因为在尿布台站起来,整个跌落地上,发出好大一声撞击声,想到当时心情,她仍是鱼记犹存,我很害怕,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。 林丽菲表示,女儿现在九个月,我都亲戴,她从八个月开始就叛逆期。 他们说小孩是这个时候开始第一次叛逆期,只要不和他你就会哭,或者用动作来反抗。 提到近日小汉堡的好动结果,她仍是记忆犹新,几个礼拜前,在尿布台帮她换尿布,大概有一米高。 因为她现在会爬,不喜欢爬,不喜欢爬住,有东西她就站起来。 没想到她制止无用,她整个往前掉下去,我整个很崩溃,爸爸在阳台,也听到一声,砰,我很害怕,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。 林丽菲坦然,当妈要有耐心。图翻设字眼书。 2018年3月14日。 姓郝小汉堡奇迹式的好发无伤,超爱女儿的张汉还紧张地说,我要帮她洗澡,检查她身上有没有伤痕。 本以为小孩遇到这么惨痛的教训,不会是住在尿布台站起来,林丽菲透露女儿完全没在怕,隔天我把她放在尿布台,她又想站起来,我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,自己需要更多,更多的耐心,因为她似乎都听不懂。 她笑说自己是极娃娃个性,如果没有母爱支撑,我应该早就崩溃。 林丽菲后来求助保姆,知道小孩只会听进去简单指令,我现在都用很简单的指令,no no。 其他事情还有效,但尿布台似乎没效。 她透露夫妻两人由她扮演教养黑脸,没有办法,因为我是主要照顾者。 自行为节目丹突封 monument余秀才发生,过去家目丹突封村长的明镜禁。